缅甸瓦邦郡指的就是瓦邦联合军,属于缅甸最大的一支地方少数民族武装,现任瓦邦联合军总司令是鲍有祥,出生于我国云南省,以史为敬,可以知心替,以人为敬,可以名得失,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据网络流传消息称,瓦邦地区一名涉嫌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何春田据称已主动向瓦邦当局自首。 然而,另一事案嫌疑人报言版目前仍未被捕,自首行为据称是向瓦邦方面自首。 报家族发出的逮捕令已经过去半月,但仅有一名嫌疑人被捕,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报家族权力范围的质疑和猜测。 是报家族权力有限,还是涉及谈判条件,尚待进一步调查,对于此事,我们期待更多信息披露,以揭示事件真相。 瓦邦要打当阳,护板。 缅北冲突持续至今,很多朋友都在猜测果敢同盟军等缅北联军背后的力量,今天缅北爆出惊天大瓜,瓦联军将要出兵当阳和护板,今天早些时候则传出缅军在撤出果敢之际,一同将护板的军队也撤出,将护板还给瓦邦了。 要知道先前,瓦邦要么是在幕后为联军提供军火支持,要么是换装成果敢同盟军加入战场。 此前传出瓦联军换装成果敢同盟军在大水塘协助同盟军打下了久攻不克的缅军堡垒,而直接出兵与缅军作战,可是自瓦邦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不过,瓦邦选择的作战方向是当阳和护板,而不是广大网友期待的那样选择东扇帮首辅警洞。 选择当阳好理解,免控区当阳时刻威胁着瓦邦的经济命脉慢向西矿,免北平级,若没有正当的经济支柱,缅甸那些民地武门有一个算一个,包括大家最支持的某某军迟早还是会回到黄赌毒片的老路上去。 趁免军虚弱,瓦邦正好巩固自己的西矿,何况,慢向和当阳两地锦铃,也许在当阳探探矿,也能接着发现西矿。 而进攻护板的话,其实已经刮熟地落,护板已经四面被围,何况在护板的帮龙山上免军修住了一个针对瓦邦的大型军事基地,趁此机会拔掉护板,正好可解瓦邦的后顾之忧,以便将来可以全心全意地将主力南下夺取警洞,同样的,夺取当阳, 也可以使瓦邦避免被缅军拦腰截断。瓦邦与约瑟武装冲突升级,在太缅边境的金三角地区,瓦邦南部军区与昆沙参与部队约瑟武装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升级,局势异常紧张,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瓦邦坚坚守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底线和原则。 而约瑟作为南善邦军的首领,同样拥有强烈的领地意识。约瑟原本是昆沙手下的一名格力干将,但在昆沙选择投降时,他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率领自己的部队脱离昆沙的蒙太军,形成了现今的南善邦军。 约瑟与瓦邦的领导人鲍有强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主要源于瓦邦南部地区原本是昆沙的势力范围。 历史上的冲突记录显示,瓦邦与约瑟部队在南部地区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战斗,在那场战役中,瓦邦率先发动攻击,但最终双方各有300多人伤亡,战局已平局收场。 如今,南善邦军兵力已增至约5000人,分为756、757、758、759四个旅,并在脱离昆沙后迅速发展壮大。 然而,南善邦军与瓦邦的摩擦并未因此而平息,他们经常在瓦邦南部地区和瓦联军发生冲突,甚至有一次导致泰缅边境陈兵一万多人,缅甸政府军和泰国第三军在边境对峙。 局势极度紧张,在那次危机中,鲍有祥率领一支由26辆汽车组成的车队,亲自前往南部与泰坊第三军军长及王氏成员进行会谈,最终成功化解了危机。 除了与瓦邦的冲突外,南善邦军还曾向北善邦军发起过攻击,在善邦中部的蒙庚地区,南善邦军向北善邦军开火,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瓦邦联合军 瓦邦联合军现已成为缅甸善邦下辖的瓦邦特区独有的部队,总兵力约有3万人左右,成员主要来自于瓦邦各族人士,承担着保卫瓦邦,建设瓦邦的任务。 不过,名义上瓦邦属于缅甸善邦下辖的一个行政区,实际上瓦邦是一个具有高度自治特权的地区,从来不接受缅甸中央政府管辖,相当于缅甸静媚的小王国一般。 除了瓦邦之外,在缅北地区的果敢,克勤邦等地区都有所属的武装组织,与缅甸政府军水火不容,他们的诉求就是在承认缅甸政府的前提下,获得高度自治地位。缅甸联邦政府不得干预缅北地区的事务。 这对于缅甸联邦政府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条件,缅北地区明明是我的领土,却没有管辖权。 这不是变相地承认缅北的半独立地位吗?显然是不利于缅甸领土主权完整的。 以至于,缅甸独立以来,政府军从未中断过对缅北地区少数武装的围剿,但缅北的十多只少数民族武装为了维护共同的家园,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缅甸政府军, 使得缅甸政府军每次围剿行动,都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始终无法消灭缅北各少数民族武装。 即使2015年缅甸政府军控制了果敢全境,也仍有部分果敢同盟军武装游离于政府军之外。 跟缅甸政府军艰苦做斗争,更何况瓦邦至今还控制在瓦邦联合军手里,他有三万平方公里的瓦邦作为大本营,瓦邦联合军不会轻易被缅甸政府军剿的。 那么问题来了,瓦邦联合军究竟是依靠什么能和缅甸政府军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 要知道打仗需要军费买武器,需要军费赡养军队,瓦邦联合军又哪来那么多军费支撑他长久作战呢? 有人说,瓦邦依靠种植毒品,贩卖毒品来获得大量外汇充当军费,这种说法放在20世纪末期。 我们对此毋庸置疑,但21世纪后,瓦邦的致富之路已经变了,军费不再从毒品交易中获取。 因为早在2005年,瓦邦最有实权人物,瓦邦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就已经下令在瓦邦地区全面敬重因素,还以人头担保签署,禁毒宣言。 之前,鲍有祥也亲自说过,瓦邦禁毒工作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革命工作之一。 为了宣示自己的禁毒决心,鲍有祥对任何毒品交易都持掩打态度,有一次鲍有祥的弟弟鲍有华吸毒贩毒,鲍有祥不顾兄弟之情,直接把掌握军权的鲍有华削之为民。 此举正是为了杀鸡儆猴。 所以说,如今的瓦邦联合军的军费,不太可能是毒品交易得来的。 在缅甸政府军的围剿之下,瓦邦又身处内陆,他还有什么方式获得军费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瓦邦的矿产资源。 瓦邦地区富含多种矿物质,包括千辛矿、稀土矿、锡矿、宝石等,矿物质出口已成为瓦邦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柱。 尤其是锡矿,瓦邦的可开发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境内的曼香矿区和诺巴矿区作为锡矿主产区,产量占缅甸全国产量的95%左右。 以探明的锡矿储量在5000万吨以上,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锡矿供应地。 鉴于瓦邦落后的开采技术,又没有大规模的矿产开采公司,根本无法有效开发瓦邦境内的矿产资源,于是瓦邦就请求中国帮助开采。 中国矿产企业赴瓦邦负责开采、加工、销售、实行一条龙服务,最终产品全部销往中国。 一来可以为瓦邦带来大量就业岗位,促使瓦邦人民放弃因素种植,从事新的就业模式,瓦邦政府可以取得税收。 二来瓦邦不用为矿物产品的销售渠道发愁。 供货稳定,收入稳定。 如今的瓦邦在中国的帮助下,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矿产出口已经占据GDP总量的60%以上,为瓦邦联合军的军事投入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除了矿产之外,瓦邦因地制宜种植不同的经济作物取代因素种植,在瓦邦北部地区主要种植橡胶、龙眼、蜜菊、茶叶等山地农耕经济作物, 在瓦邦南部的地势平缓地区则种植水稻粮食作物,这样一来瓦邦在满足丰衣足食的同时,还能发展农业经济,支撑瓦邦军事发展。 归根结底,还是瓦邦背后靠着一个强大的中国,中国云南的林仓地区,普尔地区与瓦邦保持着各领域的联系,彼此有着特殊的包拨情谊,有力促进了瓦邦的经济振兴。